今生是我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最后一生 如果我是来还债的 那就尽量多还一点 因为所欠的实在太多了 如果我是来报恩的 那就尽量多报一点 因为今生投胎做人实在不容易 每当我遭遇困境 面对挫折 感觉不被理解 内心不够平静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今生已经是最后一生了 我将永远告别这个缩坡世界 没有什么可以长久计较的 虽然一时之间会有抵触和抱怨 但是很快就可以缓过来 无论我拥有什么样的父母 儿女 伴侣 无论我每天跟什么样的人混迹在一起 我跟他们之间都是最后一次的相遇 最后一次的缘分 在最后的一生当中 跟他们相逢 也是应该值得珍惜的 无论我住在什么样的楼房里 在什么样的单位上班 从事的职业是否喜欢 拿到的工资是否够花 这都是前世已定的 走完这一生 我就永远不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所以再一次品尝做人的滋味吧 虽然味道也许不好 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一道记忆 在这最后一生的日子里 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好好地念佛 好好地期待着往生 人生不过百年 这一百年的岁月 是我在这个山河大地上 作为人这种形式 存在的最后一次 最后的一生 承办最重要的往生大事 不论这一生如何活着 都是最有意义的一生 值得夸耀的一生 值得珍惜的一生 今生是我的最后一生 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 唠叨的 遗憾的 痛悔的 称恨的呢 如果还有 就是忘了最后这两个字 或者是对最后这两个字 认识不够 信心不够 我要时时牢记着 今生已经是我的最后一生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